说情话 我见到你的第一刻起 我就想让你走 我甚至想让你滚 30位超模的顶级拉扯有多精彩 王某看到自己的得意门声被淘汰 瞬间就急了 全怪张同 全怪张同 谁让张同教的 以后我的学生不许你去张同教 说后他还去找张某覆盘 我很不死 你以后真的不要教大家这种东西了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他那个手你知道那张照片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恨不得被气死 甩锅本领哪家墙 超模大秀找小意 等知好友被淘汰的吴某 也闹起了小脾气 我觉得可以用平水相逢来形容 但是我觉得用情同姐妹来形容 我觉得有点过了 吴某能有什么办法 他只是太难过了而已 而本就不自信的陆某一番话 让张伙再一次升级 我今天晚上会跟娜娜一起走 说情侯 我见到你的第一课期 我就想让你走 我甚至想让你滚 我说的是真的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你给我时间去了解你这个人 你是一个好人 你也说甚至想让我滚 我知道这里想让我滚的不是一个人 所以对不起我滚 你已经骂了你 这可以算是年度最佳公斗剧吧 第二次淘汰赛议时 陆某分数比楚某分数高 吴某灵性发言 6点83那就说明了 这个分还没有陆七华的高 可轮到他时 瞬间被打脸 哎 为然输给了陆七华 她只是 以我的认为 她不是一个冠军人 我知道这是很坦白的 但我之前没有冠军人 但我只是没有看到它 评委这是在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而吴某说了后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实在是不知道这优越感是哪来的 还没有上来的 第二阳 这优越感恩